随着CARB28大会经过一周谈判之后 慢慢进入尾声 针对化石燃料这个棘手问题 仍然是争议不停 有些国家代表希望能借由这次峰会 达成共识 达到逐步淘汰或减少化石燃料的目标 如果有计划进化化石燃料 那会成为成功 如果有没有 那会成为成功 不过有些国家则是在会议中 完全不提及化石燃料 因此任何关于摆脱石油天然气的计划 最终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必谈的话题 除了气候运动人士 在大会场地外集会抗议之外 在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镇 居民们则是以身作则 率先在冬季期间 使用新的暖气系统 大幅减少零碳排 这种暖气系统 使用永续能源发热 因此可以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 原本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 大部分的住宅都是以煤油取暖 但是因为这种燃料 实在对环境太不友善 而且费用高昂且容易浮动 当地居民于是主动向市政单位要求 测试使用这种暖气系统 现在这种新的暖气管线系统 不只能帮居民省下高昂的能源费用 在使用的时候也能够达到净零排放 可说是一举两得 欢迎新闻张安君综合报道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赶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